大家好,这里是原来是这样子频道 我们来看一下石壶兰的最尾声 这种石壶兰是夏天所开的石壶兰 那现在其实是它的尾声的季节 开到最后了,基本上进入到秋天以后 反而是这种石壶兰的最尾巴的季节 非常有趣,跟普通的石壶兰不太一样 羚羊石壶系列,非常可爱 有人叫羚羊石壶,但有人叫玉兔石壶都可以 其实就是指的是同种东西 这种兰花呢,非常多种品种,非常多种色系 原产都差不多是在星际内那附近 那非常粗壮,非常高大 算是一种高大型的原生种的兰花之一 所以呢,非常不讨喜 因为很高很高,长达一公尺以上 所以呢,有些人就不太喜欢这种大型的兰花 不过我朋友这边种很多 因为他很喜欢这种大型的兰花 看起来很壮观 夏天是他主要的开花季 从四五月开始一直开,开到九月十月左右 现在算是他花季的最尾声了 接下来进入冬天以后他就不开了 这个是蛮有趣的一种反的季节开 大部分的石壶兰季节开花都是在秋季或是春季 那这种类型的石壶兰刚好相反 他的开花季反而是在夏天 所以在炎炎夏日之下 他大开盛开 那他的优点呢就是很大颗 缺点也就是很大颗 他可以开非常多的花 然后但是植株非常的粗壮 如果你喜欢大型的兰花的话 他算是一个很不错的品种 因为很会开 然后花很多 然后个体非常的大 但是就是因为这样 所以有人觉得他很占空间 然后同样你可以放很多兰花地方 放了一颗可能就满了 那哪一样的状态 他喜欢强光 所以呢基本上呢 你需要遮网的强光种植 那在夏天的时候 他就是炎炎的开 其实他有非常多的色系 而且基本上如果你寻花的好的话 甚至有可能不用遮网 他也可以活下来 之前在那个 大概是在珍宝兰远那时候 就有看到他路边有种这个 对不对 那完全没有遮网 种得非常的漂亮 这个就是蛮有趣的 他完全可以接受到全日照的环境 不过因为这几年的太阳越来越强 也不知道他现在去接受 全日照环境会不会晒伤 好不过这个就是 夏天开的兰花的最伟绩 就是这种石壶兰 大型的石壶兰 在每年的兰展的时候 其实有的时候还可以看到 那种开满满的紫色的季节 那这个是非常有趣的状况 其实到隔年的大概四五月的时候 就会开始开花了 那种得好的花 可以开非常非常多 这个也是这种大型的 石壶兰的重要的特色之一 那你种得越壮 那当然开得越多 那市面上有很多的交配个体 甚至有看到紫色的颜色 这种紫色的颜色是相对而言比较稀少的 那但是领养师壶类的 其实我之前有种过小玉兔跟大玉兔了 很好种 但是就是要强光 后来太大科都丢给朋友了 因为它真的很占空间 好我们来看一下 现在还有开的兰花 在我朋友的园子里头什么呢 好叶夫人 叶夫人是最近季节都可以看到一种兰花 当然它有分成很会开的 有分成很不会开的 基本上我跟之前的兰元讨论过 有一批那种叶夫人就不太会开 它就短短小小肥肥的 那这一批像我朋友这一批 它每年准时来开花 中间就是一个爱心形状 非常的好看 那叶夫人呢 很会开 很耐开 那有特殊选出来的个体 它的花特别的大 所以有机会最近去兰元的时候 或者是最近去花式的时候 看到叶夫人 其实如果你没有的话 你可以收回来 非常好种 喜欢强光 你看叶子是真壮叶 表示它能接受很强的光线 甚至比较缺水的环境是可以的 上个版都非常好种 基本上我之前在那个大学 有某个大学的那个校园里头 有看到它把这个直接绑到树上 都可以活 所以就表示它是一个非常好种的品种之一 但是盆子就要注意 盆子有可能会烂掉 就材质要特别注意 因为它还是太多水很容易烂根 好我们下次见了 拜拜 拜拜 谢谢大家